这场比赛吸引了很多曼联名所关注 就连马绝联也亲自到现场观看 曼联名所里阿贝·狄兰德 也成为了某英国电视台的评论员 对于金鹏贝下城的曼联球裁判 对应该判 里阿贝·狄兰德问人 金鹏贝知道曼联球员达洛克要射门的时候 他身体有意识地背过去撞躲避这个射门 手也有意识地收缩了 即使手挡着球也不应该试点球 因为这不是有意的手球 他在解说事实坚决地表示 也不在乎裁判告诉我什么 这不是手球 永奥贝·狄兰德的光点 得到了同样是解说嘉宾的欧伦同意 欧伦表示金鹏贝已经转过身了 手臂并不是不自然的张开状态 皮球只是打到金鹏贝在腿弹到手臂上而已 可是一旦使用NAR 这都会是一个惩罚 我们在NAR中 发现了各族球运动员都认为这不是犯规的情况下 裁判却认为这是犯规 这是一种巨大的认知脱节 这是十分让人搬约的事情 对于梦连两位名次的观点 相信不少梦连球迷并不认同 甚至认为这两位名次叛变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解说人的意见 解说本场比赛的张俊与张力 也承认金鹏贝的手臂与皮球有接触 但是金鹏贝的身体已经被过去了 张俊并能说这一定是个点球 可是张俊却认为这个点球可叛可不叛 对于这个点球 你们认为真的应该叛吗 在国地足连新冠无论手球 也要叛点球还没执行的情况下 爸爸林舒德恩吗